之前一直都在想 為什麼人們說坐穴不要抱小朋友 原本我生之前都看過很多相關的文章 都在說坐穴的時候盡量不要抱寶寶 又盡量不要拿重東西 但是那些文章都沒有說為什麼 他們寫著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那我為什麼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才行 所以坐穴的時候 我都抱了一下我寶寶 發現原來真的不要抱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生人的時候 其實身體真的處於一個非常疲勞的狀態 所有的筋骨、肌肉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鬆弛的 就算原本你抱著一隻二十斤的狗狗 甚至四十斤的狗狗都沒有問題 但是在生完的時候 真的連一斤的東西拿一下都會覺得很累 而且剛剛生完的時候 就是缺鈣又缺血 什麼都缺 所以 那些力量更加沒有了 如果硬撐住 只會令自己更加辛苦 所以坐穴的時候 真的應該要專注於 恢復於自己的身體 而不是說 我要去抱一下孩子 怎樣怎樣 雖然真的會很想去抱一下他 但還是要控制一下自己 因為這個時候 的確是自己身體恢復 應該是排第一的 而且有家人的 等他們幫忙抱一抱抱孩子 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坐月應該是坐六個星期 不是30天坐月就算 因為無論你吃不吃補食也好 其實身體要恢復一個基本的狀態 都是需要六個星期的時間 六個星期一過了,好像去到第七個星期的時候 你會發覺肌肉的力量自然就會回來了 所以當時你再抱你的寶寶 你會發覺我的筋骨好像沒那麼痛 我的肩膀好像沒那麼痛 但是坐月期間,即是那42天內 你強行去抱的話,很容易會拉傷 像我這樣,我稍微抱一抱 我肩膀又痛,手腕又痛,肩膠骨又痛 真的很痛 尤其是那條腰,又硬又痛 真是想用力,都用不了力 這個就是我自己生完寶寶之後 坐月期間所領不到的東西 我都很希望那些文章可以寫出來 就是說,說完原因吧 為什麼不可以抱寶寶 而不是只說,不要抱啊,不要點啊,不要點啊,不要點啊 你要說完為什麼嘛,不然別人怎麼知道呢,是不是 好了,現在我又在畫一些黑白的卡片 又難得今天有一點時間可以放鬆一下自己 唉,心靈上的休息真的非常之重要 好,現在我現在在畫一個,畫一個木屋 有點怪,不要緊啦 呵呵呵 呵呵呵 原本呢,在生小朋友之前呢 我都在想,為什麼這些人會覺得 小朋友是真的可愛過所有其他的東西呢 那生完之後呢,真的發覺 原來是真的 我想這個呢,都是因為那些荷爾蒙的變化吧 使得呢,一個女性在她生完的時候 因為有荷爾蒙的變化 激發了那種無愛 那這個時候呢,很自然的 你就會覺得啊,我的小朋友 真的很可愛,很想去照顧她 有很多 原本,原本 有寶寶之前 那些想法呢 完全都已經是不一樣的了 譬如就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 為人奶呢 那我 用那些奶粉都可以的 但是生完之後 就很自然的 就會 想去餵她 呵呵呵 而且她一哭呢 又會覺得 唉,寶寶仔哭而已嘛 以前 以前就覺得寶寶仔哭而已 為什麼放在她一邊 她哭累了 自然就不會哭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就是覺得 唉,真是可憐了 我怎麼可以把她在一邊 讓她自己哭累了呢 她還這麼小 她沒有安全感 所以就 一天就 會趕快去抱一抱 囂括 讓她不要哭 怕她是有一點 小小的生命 剛剛出道 這世界 沒多久 殘忍 ん 倒了一邊 我真是做不了了 好,箭筆好像沒有水 跟我上這 要來換箭筆才行 噢噢,現在沒有水了 OK,我用新筆拿回來繼續畫